目前像 TV Plus 上面 这个是一个嘛 有四类 另外一个话呢 其实它目前还有几个 我觉得也蛮可以 这两个其实有没有 这边有叫做基础城市语言跟城市语言 那其实这两个其实是 算是同一张 为什么要考题是一样的 只是说这个考五类 这个考九类 也就是这个考五题是考九题 OK 那考法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他这个考法跟这个的考法不一样 这个是考填空题 那这个的话呢就是 你自由发挥 没有标准答案 也就是他没有参考 就是你直接给你一个空白的文章 然后你就自己写城市 你自己怎么写的没关系 但是你的结果要是他要的结果 这样就OK了 所以特别是 所以我反而觉得 这个好像考起来比较 因为这两张证照我都去考过 我反而觉得 这个比较简单 虽然说它的名称看起来比较困难 可是我反而 因为它填空的关系 反而变得比较简单 那这个的话看起来比较基础 可是因为它没有填空题 而且也没有参考的程式 所以反而我觉得变得比较困难 也就是它总共 像这个的话就是 一类有十题 它从十题里面抽一题来考 所以也是五十题考五题 那题目已经完全先公开了 也就是你都知道那题目了 但是你要把它练手 它就从五抽一 对 十抽一 十题 就是它的编号就是从101 一直到110 那抽一题 一直到501到510 那这个的话九的话就是 不只考五题 总共考九题 OK所以它变成说 考下来它一个有基础 两个字一个没有 所以如果你想要挑战的话 其实考这个其实还蛮非常有挑战 因为它总共有九十题 OK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它九十题练熟 去考试 而且通过了 我相信你应该Python有一定的基础 OK所以这个也是 另外的话一张是 这个机器学习的 Machine Learning的部分 那这个难度相对有更高 那不过如果你假设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间点 你拿到这个证照 我相信应该有一点卖点 你连那个AI的机器学习 你都知道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卖量点 OK 所以这个的话 基本上都会参考 然后其他当然 这个证照的话 等于是第三方公证单位 给你一个证明的东西 就跟你学历一样 学历上面就是一个 什么人要帮你签名盖章 大概类似这样的效果 其中的话我们刚刚提到的 比如说像这个第一零一题 刚刚提到的这一题 那其实主要就是说 Jackson怎么样 第一个我如何取得四个栏位资料 所以我刚刚有用那个工具 这工具其实还蛮好用的 那你说老师那我不用工具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只是说你看得很辛苦而已啊 你光直接看这个文件好了 说真的我自己都觉得 我即便我看懂关键字 但是我也不要这样看 伤害是眼睛 其实我只要那四个栏位 但如果你要找那四个栏位的位置 我可能要很耗眼力耶 所以有时候你就用关键 Ctrl A Ctrl C 直接贴到这个Jackson edit的这个 所以这个也许我建议啦 你以后也不用背啊 你就打关键字吧 Google还蛮好用的 你就记一个Jackson 然后edit 这样就OK 它就会秀出在那上面 那你就把它贴过来 贴过来是一个test 对不对 你把它切到tree 那切到tree之后的话呢 你就把这个tree先收折 有没有 那这样你就知道它是一棵树 那这一棵树有39列 39个资料啦 其实如果用以色尔的概念 它就39 9笔 有没有 列啦 OK 然后展开来的话 那可能你们要注意的就是说 第一个它有多少个数量 第二个的话 它这个物件 这个tree 它是大瓜糊 还是中瓜糊 因为如果是中瓜糊 它就是串列 所以以后如果你用python解析它 那你就用串列去解析 就list OK 那打开来之后的话 里面再看一下 里面这一个总共有39个item 然后其中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大瓜糊 所以里面的话 记得要用字典去解析 所以这个我一直强调 这你对串列对字典不熟 可能你要再看一下前面的东西 OK 当然你这两个形态 如果可以掌握的话 基本上Jackson应该也不是男士 他有点像个容器 你要放什么 你要给对的容器 那你如果给不对的容器 那当然就不适合放那个东西了 OK 所以哦 大家有这个概念 那我们大概知道了 后面的事情就好搞定 所以基本上 反正就step step 第一个我大概知道了 第二个我形态它也掌握了 那再来的话 我就是针对这个字典 取得什么呢 取得我要的那四个栏位 OK 所以我们步骤大概是这样 第一个我先把这个串列先取得 OK 那再 因为这个串列有39个 我最后跑回圈 把它全部通通抓过来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它是放在每一个字典里面的哪一个项目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对应的程式 基本上 这边的话写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要把这个档案先下载 那我就没有把它搬到 我们的那个 根木屋底下 那第一个的话我先 因为我这个档案 我是把它放在 因为我下载之后 它会在下载里面 所以 可以点一下上面路径 可以复制它一下 OK 然后复制完之后呢 直接贴到这个地方 就是 F等于Open 这个应该有记得吧 前面有讲过 Open的话就开那个档 那个档的路径 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这样 用双引号两个 就是你给它一个这样 双引号 然后呢 贴上去之后 在这个目录底下 然后斜线后面的话 我建议 这个后面档名 有时候你也可以用复制的 点一下 把这个名称复制贴 为什么 因为 你如果直接打上去 有时候好像漏 因为刚好这个命名 它中间有个空白 我刚好好像会遇到这个问题 我空白好像没加 就发生错误了 所以如果你贴 应该就没这个问题 不过可能要先注意一点 这前面请你加个小R 为什么要加小R 那反鞋线就不用加了 OK 不过我记得好像新的版本 加跟不加好像都可以 你们可以试试看 因为理论上 旧的版本 一定要加小R 我的乱会出错 但后来我记得好像 比较后来的版本 好像不加这个 好像乱也OK 没有 应该不OK 它还是一个错误区域 有没有 它这边会出现说 你的这个 这个字元是拖曳字元 你就不能直接这样表示 你一定要两个斜线 所以 怎么办 加个小R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的话 用Read 并且把它编码方式 用UTL8 把它读进来 读到F物件 那这来的话 这个是一个 Jason 档案 所以我们用什么呢 特别注意 Jason 里面 这个模组里面有个方法 叫做Jason.Row Row的话 特别注意 就是把那个档案 物件 载进来 OK 好像前面我们有用过另外一个叫Jason.Row Jason.Row 加一个S 有没有 那特别注意 你想说 老师那什么时候用Jason.Row 什么时候用Jason.Row 跟各位讲 如果你是档案的话 就用Jason.Row Row 一个档 那什么时候用Jason.Row 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瓜谷里面是一个字串 有没有 所以它这个命名蛮有趣的 Row的话就是Row档案 加一个S就是Row 我在想它是Row一个Stream吧 我不知道它命名 所以我的技法这样 如果加一个S 那就是表示Row一个 已经载到一个 这个字串的一个变数 所以后面的话 假如是一个变数 一个什么 一个字串 比如说一个字串 是S的话 那就是用Row 因为这边是档案 所以我们就用Row这个档案 漏进来之后呢 它里面有 总共有39个 所以我们跑一个回圈 所以把它漏进来之后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 一个串列 所以呢 我们前面用一个List 去接它 OK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把 有没有 所以 这些对应的关系 其实你想说老师 那你为什么这边 用字串去接它 因为我看到了 所以就是这样的关系 这后面程式怎么写 就是你看到什么 那你去写什么 对应的程式就OK了 所以这个List 是这样的关系 那为什么39个 你用for圍圈 for I in range 把它全部的那个 串列通通都载进来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把它怎么样 分别 分别取出来 那你 因为你想说老师 那这个后面是一个字典 那我要怎么取到字典里面的 那四个栏位 其实我们前面有别的方法 我们前面好像是 先把它放到那个DICT里面 再用那个DICT里面 因为它是字典 所以用那个get value就可以了 这个 前面那个是一个方法 可是如果你不用那个 我们之前写那个方法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你可以用什么 哪一个串列里面的 有没有 所以后面你会发现 这边不是有TITO名称吗 你可以把这个TITO名称 加在这个后面就可以了 有没有 这样的话也是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我可以先抓 这个栏位 再抓 show unit 然后总共有四个 然后总共有四个 好像一个 start time start date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end date 有没有 那总共有四个资料 所以前面的话我们用什么 用大瓜糊 加一个format 格式化 中间加豆 因为我们将来需要 把它放在那个CSV CSV中间一定要豆 豆 所以我就先抓TITO 放进来 show unit 放进来 然后start date 跟end date 好有四个 所以 这边就给四个大瓜糊 表示说我要放四个资料 在这里面 中间呢 帮我加上豆点 OK好 那所以我们就执行看看 如果这应该没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我们可以把39个资料里面的 有没有 所以这应该列出来 应该39个 第一个应该是 他的TITLE 不过他这长度都蛮多 下来就是他的 在哪一个地方 show unit 然后在start date 跟end date 然后这个第一笔 第二笔 应该一直比 到底下应该是39笔 OK 所以有四个栏位 可是这样子来排列的话 当然目前看是已经比 之前看这个 这个资料 这个Jason 理论上是好太多了 你刚看这些东西头头晕晕的 但是还是不方便 为什么 因为他毕竟 还是没有像Excel一样分开来 所以最后他其实是希望说 那你帮我把它存成一个CSV的话 存CSV应该还有印象吧 最后的话 如果你要存一个CSV的话 很简单 因为你既然可以print 那你就可以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有印象 如果你要串在一起的话 你只需要改造什么 改造这个缝回圈就好了 那缝回圈 我这个把它注解掉 因为这个前面都有写过 就是你只要在缝回圈上面 加一个变数 有没有 S等于空 当然如果说假如 你要加栏位名称的话 你可以再加在这里 然后尾巴系都放好 因为这个假设考试的时候 他们要求栏位名称 那你就不用加 OK 如果你假设你自己 你可以 第一栏是 title title 名称 第二栏是 展 展 单位 什么 展览单位 第三个是 开始时间 第四栏是 结束时间 OK 四个 记得喔 尾巴一定要换 反斜线 OK 好 我后面的话就是把刚刚的这个 这个print有没有 里面的东西把它变成串在一起 那串在一起还记得吧 S等于S加 有没有 就是把上面那个再跟下面那个串 串在它尾巴 那跟print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尾巴记得 要再加一个 这个 这边要加一个反斜线 n 有没有 因为print本身有换行 但是串接的时候没有换行 ok 这样就ok 所以等于是多 如果你要 把它串在一起 就是先增加一个自创变数 然后呢 再到这边把它串在一起 并且换行 ok 最后存档 存档应该也不陌生嘛 就那三行 哪三行呢 开一个空白档 叫做right.csv 有没有 后面加一个right 因为题目要求是utl8 所以incoding 记得要utl8 然后把刚刚的这个s 把它right出去 close掉都ok 所以这三行蛮重要的 ok 所以最后的话把它print出去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存 把它档案输出了 输出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在哪 我把它输出到 我的那个根部是在c底底下 的那个 ok c底底下的这个 python的2022这里 还是这里 ok 当然理论上 如果你直接打开它一定乱 因为我们用utl8 所以假设 以后如果你假设打开 你不希望是乱码的话 不管任何版本 可能围图一下 乱码 我教各位 其实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资料里面有个 从文字档 它会多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 如果你用什么 不管哪个版本 其实都有 资料 从文字档 它可以让你选 编码方式 那我们的资料 我一样是放在c底下 我的是python 这里 这个档 有没有 如果你假设用 资料从文字档 有没有 这边它会显示出 你的编码方式是不是utl8 对你会发现 就多这个功能 也就是说 以前呢 一直遇到乱码问题 那我们之前教各位是用那个记事本 可是问题麻烦 因为你还要开记事本 还要存档 那如果假设我不要透过记事本 我只要Excel就OK 那你可以换这个换 我觉得这个方法更好 就是呢 资料从文字档 它会自动显示utl8 然后你只要什么 下一步 然后把它用什么 用那个 豆点这样打勾 直接完成就可以 它就会直接把资料 放在我们的Excel里面 OK 然后 你会发现 这个就是它的title 第一栏 第二栏就哪一个单位 第三栏就是Start Day End Day 这个是旧资料 就是可以把它砍掉 刚刚没有把它砍掉 OK 那这样就OK了 那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地方的做法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当然如果你要参考那个 这个 参考解答的话 一样是在云端摆板上面 这边有一个试题解答程式 我又把刚刚的程式 放在云端上面 其实就是第一页 给刚刚101就是这一题 那 其实这个写法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应该是这个 就是List的后面加个中瓜糊 就是 Jason 的哪一个栏位 反而这个写法好像也蛮值得 你就不需要再用那个字典 解析它了 又不字典放进来 然后它会Get Value 这我想两个方法也OK 那不过这个方法 比较适合就是你取的栏位数 比较少的时候 因为如果你21栏全部一样 那不得了 你可能 变成你要21个栏位的名称 都要列出来 那那个程式就太冗长 那可能还是用那个 就是 取得那个Key Values的方法 会比较恰到 那这个Key Values怎么抓 你们可以再看之前 我们的云端板上面 其实也有 比较一下 OK 试试看这个部分 那在云端上面的话 第三页 第三页就有了 试题在那个 我是放在我们云端上 这边有一个叫Python 3的截取 与分析症照 就是跟之前的 放的位置不太一样 那我不是放在云端白板 是放在最外层 云端白板的下方 会有一个Python 3 截取与分析症照 里面就可以看到 1到4类 那这个是我们的试题解答程式 你把它打开来 就这个 当然我是把它放在第三页 第三页的地方 不过跟各位讲 如果你将来 去参加考试的话 底下有标准答案 所谓的标准答案就是说 考试的时候 他只能够用 他提供的答案 所以两边你可以比较一下 当然因为他 参加考答案写法 跟我习惯的写法 不太一样 OK 所以也许你们还是可以比较 比如说像那个 我习惯存档是用 F等于Open 他喜欢用Vis OK 那他其实是把它S5 不过其实写法结果一不一样 结果一模一样 只是说 就是有不同的写法 那考试要写这种写法 OK 那你不是说叫你从头背到尾 你只要记得那个 就是填控的部分 填控至于填控哪一些 我在云端百板上面的 第四页那边有 就是 绿色格子里面的东西 就是你要填的答案 所以 将来如果你要真的参加考试的话 你就要把那个 格子里面要 的那个答案要记起来 将来如果遇到这一集的话 就是 去填 答案就对了 OK 比如说 印刷要印刷两个 哪两个 一个是印刷 另外他这边又多一个 印刷CSV 因为他 当然你不用CSV也可以 因为我们直接把它当档案 来储存 可是 用CSV呢 他另外有一个方法 叫做 什么 Rise rule OK 也是可以存CSV 可是 要我的习惯是这样 因为 我可以不用就不用 为什么要多汇入一个 模组跟一个方法 所以 这个的话 当考试 一定要这样用 OK 所以 这个提供给各位参考 好 这个的话 就有点像 补充说明 这个 第101 题的部分 试试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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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